現在我們來講解如何從 Semi-Automatic Sampler 也就是管式上機轉換到Playloader 就是使用盤式上機的一個方式 我們可以使用的盤子總類就是這種常規的96孔盤 那可以使用平底、V底或者是U底的 那甚至你也可以使用DBL Play深孔盤 所以總共四種format可以使用 那我們現在先來做一下 機器Injection Mode的一個轉換 首先請先在軟體這邊 先讓你的機器變成Standby的模式 先變成Standby的模式 然後選到Sytometer這裡 Sample Injection Mode 把它從Semi-Automatic改成Playloader 好這時候它會跳出一個視窗 要你去把它的電源重新做關開的動作 好那我們就先按 我們先把機器做關 跟開 先把它關掉 再把它打開 好打開之後呢 還沒有結束 我們這裡 在這個管式上機這裡 有一個小小的Switch 那這Switch呢 如果你今天是在管式上機 它會顯示T就是Tube 那我們要把它轉換成P 也就是所謂的Play 所以就是一個90度的旋轉 轉成P的時候呢 你就會看到P的這個字會朝向外面 然後我們再回過頭來到軟體這裡 按下OK 你就可以看到現在上樣的模式 已經轉換成Playloader 那我們先把這個Playloader 先把它退出來 你可以看到在這裡呢 左上角是讓你放置A1的位置 所以這是一個平底的96孔盤 一個平底的96孔盤 A1的位置在這裡 所以我們就在這樣子把它給放上去 OK 好 那如果今天 一般常規96孔盤 都可以這樣子放置 那如果我今天是用DBO Play呢 那你要把下面的這個loader把它拿掉 你的DBO Play就直接放在這裡 不過不管你今天是用什麼樣子的盤子 都必須在工程師裝機的時候 有校正過位置才可以使用 好 那確定放置好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給放回來 好 這樣就是一個管式上機 轉換到盤式上機的一個轉換的流程 那如果今天要從盤式上機 轉換成管式上機 請把剛剛的流程再重複過一次就可以了 好 在你完成盤式的一個暖機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來操作實驗了 操作實驗 OK 所以這是我先把一個Template先畫好 那我要新增一個盤子的實驗 就請選擇這邊 Plate 那它就會出現這個96孔盤的這個畫面 在這個畫面底下 你就可以指定 你的Sample放在哪一個位置 舉例來說 如果放在A1 就選到它 然後在這邊 你會看到 Set a Sample Well 就選它 在這裡你可以寫上你這個Sample的一個名稱 好 那盤式上機比較特別的地方就在於說 這個MISS跟這個Backflush的秒數 我們可以去做選擇 去做設定 MISS代表是什麼 就是當它今天要開始吸取Sample前 你要讓它的Sample Probe MISS你的Sample MISS幾秒鐘 以及它吸完這一款Sample 存完Data之後你要讓它做Backflush 要進行幾秒 你可以在這裡去做設定 好 當我們今天使用96孔盤的時候 其實有一點要稍微注意一下 我們最多就可以放96個Sample 那你要記得就是 越到後面的Well的時候 你的細胞很有可能會沉澱下來 所以當你在做 你可以把整個96孔盤都把它設定好 可是你在設定比較後面的Well的時候 請記得把你MISS的秒數把它增加 避免你的Sample沉澱下來 然後造成你的Data來講 收的比較不漂亮 所以你在這邊可以去做設定 你也可以設定每一個Sample 它個別的一個Game值 Series還有這個Wiz 每一個都是可以獨立做設定 那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直接按OK就可以了 這樣這一格就會是一個Sample的一個Well 那記得這裡一定要選對 你用什麼樣子的盤子 就選什麼樣子的一個規格 這裡是讀取的一個方向 有像這樣子 第一個就是這樣子 每一個都先讀一列一列的讀 或者是來回或者是直的交錯讀 這邊可以去選擇你收取Data的一個順序 好這樣設定好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它給關掉 那在這裡一樣 你就可以選擇你是要按Run 讓它自己收Data 但是它不會自己停 你要自己按停 或者是說Record 根據你所設定的條件來收Data 那你會看到下方這裡 還有一個叫做AutoRecord 這是什麼呢 假如我今天設定了10個Well 我都已經把條件設定好了 我要按下AutoRecord 它才會從Well1 然後做到Well10 如果你今天只按Record的話 它只會做完Well1而已 OK 因為今天只有一個Sample 我們先按一下Record來看一下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Data 其實看起來分布有點奇妙 實際上這是因為還沒有調過Compensation 如同之前提到的 我們可以把Compensation 從Library面把它給匯進來 所以我們一樣可以選到這邊 先選擇 找到我們之前設定好的 這一個Compensation 然後把它給匯進來 然後因為我的Sample 是Sale 就按OK 所以在這裡就可以看到 這邊只會剩下兩個選項 一個是 因為這個已經完成實驗了 你已經有既定的GAM值了 所以我們會選擇第一個 去看兩次實驗它GAM值的差異 自動的去幫我換算Compensation 好這樣換算回來 再回過頭來看 這個Data的分布就比較正常 OK 這樣就是一個以盤式上機 收取Data的一個方式 操作完盤子的上樣之後 你現在要洗機器 你可以換另外一個盤子 很多單位 他可能專門準備一個96孔盤 是拿來洗機器用的 就一樣選擇這個Daily Clean 這時候這個盤子呢 一樣會這樣子退出來 然後在這裡呢 你要去設定 放哪些你的清潔的四季 以及水放在哪些位 我們先把這些先把它給清空 假如我今天我的清潔劑一樣 一樣要使用這個 這個蛋白質酵素的一個清潔液 那他洗的格數呢 要12個位 所以就讓他這樣子洗一整排 然後把它設定成Set as Cleaning Agent 它是橘色的 那一樣還要再洗水 一樣再洗12格 設成The Ion Water 水是藍色的 請注意不要跟這個顏色上面去做混淆 這個蛋白質酵素清潔液它是橘色的 水呢它是設定成藍色的 當你這樣設定好之後 按LOW之前請再確定一下 你的Play Type是不是選對 在盤式上樣裡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你的Play Type一定要選對 一定要跟你現在在用的是相符合的 好了之後我們就按一下LOAD 它就會自己進去把它做清潔 把它做完 所以你就不會再像管事一樣 中間還要有一個 等藍色清潔液上完 然後你再去上水這樣一個轉換的動作 你就不用等你就是 放著你就可以去做自己的事情 回來我們一樣把這個 旧的盤子 清潔的盤子把它退出來 然後把機器關機 Shift補滿 把Waste倒掉 就完成一個清潔程序了 我沒想過